而迎接111年虎年的到来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传达了总统 以及副总统的新春祝福 从今日起发送福运旺来春联以及红包带 提供给花莲台东两乡亲来索取 而东福中心执行长洪宗凯 也祝福花东民众兴的一年 平安吉祥福气满满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洪宗凯表示 111年总统及副总统崔联赫辞是 福运旺来 以生肖虎的八音近似福为发响 祝贺虎年福运当头气势畅旺 世事如意幸福连年来 今年的设计非常符合 我们台湾人的一个习俗 所以上面有一只老虎 然后非常的喜气 那我们的春年的部分 这个福运旺来 福呢代仅年后 那跟我们的老虎的后 是有很相关的这个音的接近 所以今年可能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让民众觉得非常的喜欢 那索取的非常的踊跃 大家要赶快来抢 新年红包带是搭配虎年生肖 风口处以红黑两种字形色彩标示 碎刺人眼 正面是以轻巧跳跃的猛虎 来展现出灵动和活力 而周围节庆应景的柑橘 则是表达感恩和吉祥的意涵 感谢全体国人过去一年团结抗议 守护台湾还有奥运怕运英雄们 让世界看见台湾 也祝福国人新的一年 吉祥平安万事盛兴 我们今年的这个红包跟春联 非常的抢手 以前每一年都还发到有剩下 但是今年呢 目前发下来的这个数量 都已经被大家索取一空了 所以我们就加码 赶快再跟院部这边来 要新的额度来送给大家 那台东花莲两个县市呢 总共有六个地方可以来索取 台东花莲的这个行政院东办的办公室 那另外就是我们台东花莲的就业服务站 还有玉里的就业服务站 以及台东的生活美学馆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拿到我们的红包 还有我们的春联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